OK 那我們開始現在來介紹第二部分 那我們開始決定要投入廣告之前 首先必須要關於TA 就是目標受眾群 看你是B2B 就是對公司對公司 或是B2C 對一般的客戶 那選定之後我們開始決定區域 那入場知道更詳細可以搜尋TA行銷 或是目標客群的行銷方式 第二部分就是廣告到達頁面 Landing Page的設計 關於動線 UI 或 UX 使用者的介面 然後再來就是說它有沒有支援行動版 電腦版或平板 因為現在主要B2C的部分 很多使用者都透過行動在搜尋產品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你的網站網頁開啟速度 如果開啟速度過慢 可能它網頁還沒開啟 它就把網頁關掉 那這個有可能會造成廣告費有可能會計算進去 當然不是完全百分之百 那第二個就是說 Tamo 辦法容納同時十幾個人 二十幾個人 同時在線上做瀏覽的動作 就是主機的流量 負荷程度 那最後一項就是說 網站裡面有沒有其他廣告或外聯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每天都接觸到非常廣告訊息 那客戶進來有你的網站 如果點到外聯其他網站 那可能它就不會再連回來 那你這個做廣告的動作 就是無效或是浪費預算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分享這個 投入廣告之前 不需要注意的事情 好 以上分享到這邊 謝謝